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的历代君王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见到西王母 这倒并不是因为西王母他青春不老的容颜 或者是他婉转动人的歌喉 更或者是他那高贵神秘的血统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王母手里掌握着一件宝物 就是他手里的不老神药 传说中姚舜都曾经见过西王母 讨要过不老神药 但很明显他们二人都没有如愿 要不然的话姚舜可能现在还活着 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传说了 传说中只有两个人最终得到了不老神药 一个是嫦娥 他得到不老神药的手段有点拿不出手 他是偷来的 结果他是飞向了月球 在那里变成了一只蝉雏 失去了别的东西姑且不论 至少身材是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后裔 后裔得到不老药的手段倒是光明正大 他是西王母赐予他的 不过得到以后的结果似乎也不怎么样 长生没得到 嫦娥倒飞走了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们只适合于远远的观望 默默的向往 但你绝不能真正的得到 真正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以前的美好已经变成了一地鸡毛 但尽管如此 历代的君王还是希望能够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不老神药 比如说汉武帝 张谦出使西域归来以后 在给汉武帝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 安息长老传闻说调之有落水 西王母而未常见 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工作报告中 张谦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提起安息长老们传闻中的西王母 很可能在他出使西域之前 汉武帝就曾经向他嘱咐 让他顺便探访一下西王母的消息 所以他才在工作报告中有所呈现 说我虽然没有看到西王母 但据安息长老 安息就是指的帕提亚帝国 据帕提亚帝国的长老告诉我说 在调之那个地方 就是差不多在土耳其附近 有一条水叫弱水 那边还有西王母 所以汉武帝应该是曾经寻访过西王母 他希望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不老神药 和汉武帝一样 在历代君王中对强生不老有着强烈欲望的 还有另外一位皇帝 就是秦始皇 不过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 秦始皇从来没有寻找过西王母 那是因为秦始皇不知道西王母有不老神药吗 肯定不是 《山海经》中记载的非常清楚 西王母手里掌握着不老神药 一直想寻访不老药的秦始皇 一定是把先秦古籍中关于不老神药的记载翻了个遍 不可能不知道《山海经》中的记载 那么一向热衷一长生不老的秦始皇 为什么不去西边去试试呢 又为什么认准了东边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要去东边的蓬莱仙岛 要去日本去寻找不老神药呢 而且不仅如此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的第三年就开始东旬 开始举行封扇大典 而封扇大典的地点竟然是东部的泰山 在秦汉以前的天下第一名山 无疑是昆仑山 那里才是神仙的居所 是历代君王的祥王之地 而就是从秦朝开始 泰山成为了天下第一山 蓬莱成了神仙的居所 那么为什么会是泰山呢 是因为泰山很高很显很绝吗 也许是 但是泰山和西部的那些群山相比 它的海拔高度实在是不值一提 即使是在五月之中 海拔只有1500多米的泰山 也不是最高的 它只排在第三位 那么为什么是泰山呢 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 我们谈到过 周牧王西群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安抚那些已经降服的犬戎部落 同时呢 联络西北其他部落 以期对那些还没有降服的犬戎部落 形成夹击之势 这个目的是战略性的 除此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周牧王的寻根之旅 周人的祖先在西部 他是要去拜访一下他们祖先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而秦始皇东寻泰山风扇的目的或许和周牧王是一样的 那时候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 东部的诸国并不安分 所以秦始皇想通过此举 一则是安抚人心炫耀武力 告诉东部的人 你们新的帝王来了 另外一方面跟周牧王一样 秦始皇也是想要去寻根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秦始皇寻根不是应该去西部吗 秦国是六国中最靠西的一国 他为什么要去东边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迎姓秦氏的先祖并不是在西部 他们最早是在东边 是被后来封到了西边 而他们先祖的根 却是一直深深扎在东部的这块土壤上 而这里提到的东部 正是泰山所在的现在的山东省境内 在上古时代 那里世世代代居住的是东夷人 迎姓秦氏就是东夷人 所以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秦始皇要去东边去采集不老神药 要去东边的泰山去封山 因为对于东夷人的后裔秦始皇而言 东部才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 才是神仙的居所 才是他最先需要去告位的地方 或许秦始皇与后来的项羽有着同样的心态 项羽曾经说过富贵不还乡 恰如锦衣夜行 所以秦始皇才会在统一六国之后 极不可耐的去东部 告位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先祖 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在东旬的途中 先去了一个叫义山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 在那里克食流墨 颂扬自己统一六国的功德 因为这个不起眼的义山 恰恰是迎人先祖们心中的重镇 在确定去哪座山封扇的时候 秦始皇确实征询过大臣们的意见 当时有的儒生就建议应该去泰山 因为据说皇帝曾经在泰山封扇 不过这毕竟只是传说 身为一代帝王的秦始皇 肯定不会相信儒生们从固纸堆里找出的纸言片语 就来决定自己封扇的地点 他心中早已有自己的打算 所以他表面上是听从了儒生们的建议 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听了自己想要听的话而已 而且最后实际也证明 所谓的皇帝曾经封扇泰山 确实是没影的事 当秦始皇到了泰山 他问身边的那些儒生们 说你们既然说皇帝曾经封扇泰山 那么你们来告诉我 当时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我这头应该先磕在哪 怎么磕 周围的儒生们也是面面相去 打不上来 终于有个人大胆的站出来说 陛下您看哪块石头硬 您就往哪块石头上磕 至于怎么磕 您就往死了磕吧 反正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准备将封扇大典与您的葬礼一同举办 秦始皇觉得这位大臣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就让他打了个小样 最终秦始皇是按照自己的规矩 封扇泰山的 所以秦始皇也就成了封扇泰山的历史第一人 东夷人的后代秦始皇 最终从羌人集团创立的周朝的手中 夺得的天下共主的地位 类似这样的事件 在秦以前的历史中并不是孤立的 恰恰相反这一幕却是经常的发生 这样的事件周而复始 东夷人与羌人之间的争斗 其实一直贯穿于武帝时期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武帝的历史就是羌人与东夷人之间相互交替执政的历史 这部长达两千多年的大剧 实际上一直都只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东夷人 另外一个就是羌人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大剧的台前幕后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下这部大剧的前因后果 咱们书接上回还是从周穆王开始说起 周穆王在拜别了西王母以后 由造附驾车火速的返回了东土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回去呢 那是因为国内发生了叛乱 务力强大的徐远王趁着周穆王带领着周朝的精锐部队六师不在耗精的时候发动了叛乱 那么徐远王又是谁呢 徐远王是徐国的国君名蛋 传说中他有一段神奇的经历 据说徐远王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人形 他是一个肉卵 是一颗蛋 宫中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妖物 所以就把他扔到了宫外的河边 结果宫中的一只叫浩仓的老狗发现了这只卵 就将他叼回了自己的窝中 咬开了卵皮 这样一个男婴就诞生了 他就是后来的徐远王 名字叫狗蛋 而不是叫蛋 我猜想狗蛋这个词可能也是由此而来的 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故事 不过呢 这个故事也透露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卵生子 这似乎就是另外一个玄鸟生伤的故事 而其背后就是东夷人特有的鸟崇拜 所以徐远王就是东夷人 在周承王周穆王时期 徐远王的徐国实力已经是非常的强大 当时周围有36个方国向他臣服 所以如果这次周穆王没有及时赶回来平定徐远王的叛乱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周穆王就将补商咒王的后臣 像商咒王一样在都城兵力空虚的时候被徐远王取而代之 所以说徐远王是发动了一次未随的政变 如果他成功的话 那么东夷人与羌人之间的政权轮替 恐怕又要增加一次了 徐远王兵败以后 逃就了一座大山之中 因为他平时广施人政 所以深得民望 很多老百姓都追随他 躲入了这座大山 这座山后来就叫徐山 再后来的徐州就是源于此 徐远王也是徐姓的先祖 徐是他的氏 而他的姓是姓赢 秦王赢政的赢 其实赵富不应该这么急着往回赶 因为此举他成了周王朝的功臣 但他同时也成了赢姓族人的罪人 因为赵富也是姓赢 后来因为此次立功 赵富被封在了赵城 他也就是后来赵国的始祖 在周替代商的过程中 赢姓族人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雍州 一派是雍商 雍商的人中 还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封神演义中的那个叫费仲的奸臣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奸臣 他是费国的国君 也是姓赢的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们提到的飞联和他的儿子厄来 厄来后来在木野之战中战死 飞联逃亡 而飞联的另外一个儿子继胜 则是站在了周朝的一边 最后也是继承了赵国的封地 失败的厄来的子孙 也只能依附在赵国的屋檐之下 直到他们的后代中出了一个叫秦妃子的人 因善于木马 得到了周孝王的赏识 将他封在了秦帝 这也就是银姓秦氏的由来 而秦始皇嬴政正是秦妃子的后裔 这也就难怪为什么秦人崇尚黑色 有鸟崇拜 因为玄鸟生商 玄就是黑的意思 商人也是东夷人 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秦国到了秦穆王的时期 还仍然实行人寻制度 这些恐怕都是商人 或者说是东夷人的遗风 顺便说一下秦人的始祖叫大叶 而大叶是女修在吞食了一颗鸟蛋以后生下的儿子 又是一个卵生子的故事 作为东夷族的嬴姓族人 最终是统一了六国 如此伟业呢 在当时并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东夷人的胜利 而只能是当作秦国的胜利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东夷人已经与华夏族人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已经很难分出彼此 最早的东夷人批发纹身 相貌和语言上与华夏族人是有明显的不同 完全可以被看作两个不同的种族 但毕竟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融合 二者的差异性是越来越小 而同一性则越来越强 这恐怕也就是融合的力量了 那么这个融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秦朝的历史 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所以呢 比较久远 咱们还是从近点的历史开始说起 比如说福西氏 福西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 传说中福西氏是姓风 风姓是东夷族的大姓 而福西氏又出生在成绩 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 那又是古腔人的地盘 所以福西氏到底是古腔人还是东夷人 这个呢是众说纷纭 现在也难以定论 也可能从一开始 古腔人与东夷人就是融合的 后来大洪水过后 福西氏的力量越来越被削弱 而出自于为何流域的魁伟氏炎帝则逐渐的兴起 再后来魁伟氏炎帝取代了福西氏 成为了天下共主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奇怪 炎帝不是神农士吗 怎么又蹦出一个魁伟氏 炎帝不过就是一个称呼 他并不是一个人的人名 我们可以把炎帝理解成皇帝 当然意思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取代福西氏的是魁伟氏的炎帝 魁伟氏炎帝延续了六代以后 被神农士的炎帝所取代 魁伟氏和神农士都是部落的名称 所以炎帝的称号并没有变 变得只是掌权的部落 现在就到了神农士炎帝执掌天下的时候 神农士炎帝姓江毫无疑问 他是古腔人的后代 神农士炎帝政权又历经了八代 到他的第八代君王叫江鱼王的时候 皇帝部落开始崛起 其实皇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二者都不是外人 皇帝部落是炎帝部落的母族 炎帝部落的江姓与皇帝部落的姬姓是世代通婚 也就是说江姓的男子都娶了姬姓的女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宣元氏的皇帝是神农士炎帝的外戚 两家世代通婚 这点呢在当时并不稀奇 即使是放到了后来 比如说匈奴的王族鸾提氏 与他的后族忽炎氏 这两家也是世代通婚 还有大家知道的就是 辽国的王族耶律氏与他的后族肖氏 说起来呢也挺有意思 后来的周国他们的王族姬姓 与后族的姜姓也是世代通婚 不过呢二者的位置恰好是颠倒过来 周朝的时候是姬姓男娶姓女 这种变化呢其实也反映的是 两个姓氏背后政治地位的变化 再到后来周游王的王后申姜 与犬戎部族联合灭掉了西周 算是扯平了二者地位上的差异 所以还是孔子那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末代言帝姜渝王不能坐视皇帝部族的逐渐壮大 所以他首先向皇帝部落发起了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版权之战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皇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毕竟皇帝部落与炎帝部落是世代接近 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虽然皇帝取得了胜利 但也并没有将炎帝部落斩尽杀绝 双方反而是联合起来 这也就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炎皇两大部落的联盟 炎帝部落也不是全部都归顺了皇帝部落 炎帝从骑山带出来的那部分族人 已经与皇帝联合归顺了皇帝 但他还有留在西腔的那部分族人 他们并没有归顺 但是他们又打不过更加强大的皇帝部落 所以他们就被迫继续向西迁徙 这也就形成了后来的腔人 而与皇帝结盟的那部分炎帝族人 则与皇帝族人一起构成了后来华夏族的主干 关于华夏这两个字的含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我倾向于认为华就是代表文明程度高的地方 而夏代表的是文明程度高的人 华夏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 并不是在当时提出来的 而是到了武王伐咒期间才提出来的 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东夷、苗门等其他的部族 实际上是等于搞了一个联合阵线 站在了商周王东夷部落的对立面 皇帝部落也好、炎帝部落也好 不过就是在中原地区的两个领导部落 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部落 皇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之间的战争 毕竟是古枪人部落内部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造成了融合 同时也造成了枪族内部的分裂 皇帝作为新的统治者并没有赢得所有部落的支持 一直到皇帝发动了对赤油的战争 赤油代表的就是东夷部落 相对于华族而言 那是妥妥的一个外族 对外族的战争通常是解决国内矛盾的一剂良药 这点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皇帝通过对赤油的战争着陆之战 赢得了广大华族的支持 此时他也被尊为了天子 成为了新的天下共主 着陆之战也是东夷人与古枪人 或者说是华族第一次的正面对撞 结果是东夷族战败 东夷部落一部分融入了华夏族 还有一部分人南下 有的学者认为这部分人最后形成了楚国的贵族阶层 顺便说一下 东夷部落这时候发展起来的文化 其实一点不比华族落后 东夷部落最早有的学者认为是起源于红山文化 然后又发展成了大文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对应于当时华族的养巢文化 甚至还略高一筹 养巢文化和龙山文化结合 最后形成了夏朝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也就直接终结了养巢文化和龙山文化 宣布了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融合交融碰撞以后的结果 着陆之战以后 东夷部落与华族开始融合 然后不久就发生了华族内部的争斗 这就是历史上的砖虚与贡公之争 大家一定知道那个神话故事 贡公怒触布周山 这个故事是说呢 当时砖虚与贡公为领导权发生了争斗 贡公脾气很大 属于那种发起脾气来连自己都打的人 他打不过专虚一生气就怒触了布周山 布周山可是连接天地的那座山 被贡公这么一状造成了天塌西北地县东南的局面 从那以后才有了溢江春水向东流 地球上的河流都变成了从西向东流 当然了这只是神话故事 他背后的历史又是怎样呢 专虚是皇帝的后裔 他年幼的时候曾经被送往东夷部落 由东夷部落的首领少昊来抚养 所以他本人身上就具有了东夷部落和华族部落的两大属性 他本人也非常在乎东夷部落和华迪部落的融合 所以他称帝以后将自己的都城移到了河南浦阳 这个地方呢当时正是东夷部落与华族部落的分界点 贡公是炎帝部落的王族后裔 他的先祖也曾经做过炎帝 是炎帝贡公式 炎黄两部落合并以后呢 他也是一直司长着治水的大权 在当时可以说权力很大 威望也很高 那段时期呢经常发洪水 而砖须的帝都所在是处在黄河的下游 贡公的部落则处在黄河的中上游 所以每次贡公治水没有治好 结果都是位于下游的砖须地被水淹 一发洪水 砖须地就被淹 一发洪水 砖须地就被淹 时间一长 砖须地自然是满腹怨烟 他对贡公治水不利非常的不满 贡公认为自己威望高 本领大对砖须地也很不服 最终二者之间发生了战争 这场战争也很激烈 双方都是倾尽了全力 当时是恨不得把地球都打成方的 最后很有可能 贡公是用了决堤放水的方法 想要击败砖须 但最终也没有如愿 失败者还是贡公 砖须地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 叫做决堤天通 这个呢在神话故事中 也有体现 是说那时候天与地是相连的 天上的神如果想下来的话 可以坐高速电梯 叭的就可以摔下来 地上的人 当然是那些有大能的人 他们呢也可以坐电梯 搜的一下上达天亭 砖须不喜欢这样 所以他就让两位天神 一个叫虫 一个叫梨 让虫拖起天 让梨向下压地 这样呢就使得天与地分开 二者不再相连 这个神话故事 其实也有它的历史背景 这实际上是上古时期 专需进行的一场宗教改革 当时呢融合进来的东夷部落呢 也就是那时候的九梨部落 大部分都是信奉巫术 顺便说一下 九梨中的梨 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说的 梨民百姓中的那个梨 不过这个梨字在当时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好词 梨本身就是黑的意思 梨民在当时来说有点尽似于奴隶 是失败一方的不重 还有百姓这个词 百姓这个词呢 其实在当时来说指的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一般的老百姓 当时的老百姓是没有姓的 所以有姓的人都是贵族 所以百姓在当时代表的是贵族 等到后来春秋一场乱战 礼崩越坏 很多的贵族也沦为了贫民 百姓才开始指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信奉巫术的九梨部落 对当时的部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因为那些巫师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标准可言 基本上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对上天的解释权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造成了思想上的不统一 这也严重影响了王权的统治 所以专需就任命自己的两位大臣 也有说是他的两个孙子 一个叫崇一个叫黎 让他们负责重新整顿当时的思想领域 建立一套适合于王权的思想体制 也就是说将神的意思的解释权由王重新来掌控 这些措施实施以后 以前的东义部落又一次发生了分裂 一部分仍然相信巫术的部众就开始向南迁徙 与以前已经迁往南方的部众 一起形成了后来苗蛮文化的主体 至今苗族人仍然实行巫术 根源也就于此 按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专需以后就传位给了帝库 不过呢五帝本纪呢 我以前也说过 这是司马迁在汉朝 那时候的华夏族已经完成了大融合 形成了汉族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迁本着天下一家万事一统的理想出发 整合出了这么一个五帝本纪 所以呢 一直有很多写者都认为五帝本纪并不是信使 即使是司马迁本人对他写的东西也并没有很大的把握 司马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学者多称五帝上矣 然上书独宰姚矣来 而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训 见身先上难言之 意思呢 是说很多的学者都提到了五帝的事迹如何如何 但上书只载到了姚帝 虽然有很多家都提到了皇帝时期的事迹 但大多不可信 真正有学问的人也都不知道五皇帝时期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说呀 原始的资料都不是特别的靠谱 而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也是从这些原始资料而来的 他是选择了其中一些看起来比较合理 而且又符合他万年一统思想的素材加入了五帝本纪 所以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一种理想状态 而不是真正的信实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想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五帝都是源自于皇帝一系 都是皇帝的亲戚 在秦汉之前的2500年的历史都是由皇帝一家来统治 这听起来就不大可能 上古时代一场天灾就能使一个不足毁灭 何况要历经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考古也发现中华文明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 并不是一家独大的长达2500年的家天下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帝库 有关帝库的资料很少 有很多学者认为帝库是出自于东夷部落 那时候华夏族与东夷族已经开始融合 所以取得部落的领导权 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 并不一定要像皇帝时期那样通过战争的手段 也可能通过政治的手段也可以达到 所以帝库有可能是通过政治上的手段 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按照五帝本记记载帝库以后就是姚舜宇的时代 但其实其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帝制 帝库应该是传位给了智 在智执政九年以后姚窃取了政权 姚是属于东夷部落还是属于华族 这个呢还很难说 有人说姚舜是属于同一部族 顺肯定是东夷人 儒家人是一向推崇姚舜 所以呢在五帝中就生生的把帝制给抠掉了 以此来掩盖姚的得位不正 姚舜以后就是羽 羽毫无疑问是羌人 这又是羌人所构成的华夏族 以东夷部族的又一次的交锋 羌人大禹取得了胜利 大禹本应该将天下共主的地位 在他去世以后传给当时在部落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博义 博义就是东夷人 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叶女修吞卵生下的那个孩子 他叫大叶又叫博义 他是嬴姓的始祖 但大禹名义上是让博义继位 暗中却鼓动自己的儿子齐积攒力量 最后大禹去世以后 齐杀死了博义 由此建立了下朝 再后面的事情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齐的儿子太康师国 东夷人后夷反扑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再后来少康复国 天下又回到了羌人的手里 一直到了成汤灭下 东夷人又占到了上风 再以后就是武王伐咒 东夷人中的商部落 从此被打下了神坛 八百年以后 也就是公元前256年 东夷人的后裔秦昭相亡 又将西羌人的后裔积岩 也就是东周最后一个皇帝周南王 赶下了神坛 不能说是神坛 应该说是债台 因为那时候周南王为了逃避追债的 自己躲在了一个高台之上 这就是债台高筑这句成语的由来 秦朝统一六国 华夏族 东夷族 以及苗满族 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 等到了汉朝建立以后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东夷人 没有什么华夏族人 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 汉人 中华文明也和这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 就在这样的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最后呢我想回到视频开始时提到的那个长生不老药的话题 西王母的长生不老药肯定是渴望而不可及了 不过呢我听说凡是点赞订阅转发我的视频节目的朋友都将会长生不老 所以诸位不防一事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